雞腿倒是右边好吃还是左腿好吃呢 来看到有一个网友呢 他是左撇子 他在网络上的po文说 他平常买鸡腿的时候 一定要买右边的鸡腿 因为这样吃起来比较容易 不会沾到脸 但真的是如此吗 那么有的网友说 他真的是是否割第二 甚至呢连这个鸡肉 这个鸡腿便当的老板也说 自己很难分辨 这个鸡腿是左边还是右边 所以干脆啦 剁一剁 不管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都能够包君满意 鸡腿在油锅里炸得又脆又酥 但您看得出 这个鸡的左腿还是右鸡腿吗 鸡腿比较多 时间比较短 因为人家比较多 不短比较短 连卖鸡腿饭的老板 都看得捕撒撒 何况是一般的民众呢 左鸡腿右鸡腿 真的很难分耶 不像啊 因为右边你看反啊 没有反啊 有啊 我左脚就 左腿 所以就觉得左边腿 有一位左撇子的网友po文说 他买鸡腿饭的时候 一定得挑右边的鸡腿 让老板听得瞪大了眼 网友反而问 这样子很过分吗 网友补充说 因为他都用左手拿右鸡腿 如果拿错的话 很容易沾到脸 让网友议论纷纷 有人说他是飞鸽第二 民众也说 从没想过买鸡腿 要指定左边或右边 你去买鸡腿会不会跟他腰 你要左边腿还是右边腿 不会 我就随便腰 较脾气而已啦 对啦 较脾气 较麻烦啦 老板说顾客指定左右的鸡腿 真的会造成困扰 干脆剁一剁 不管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绝对能够包君满意 做得新闻 李梦张朱显明 台中报导 李梦张朱显明